各位觀眾我們人現在來到了日本的神田區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其實在疫情之前日幣的匯率大概在0.2425 就是其實蠻高的大概要除以4 那現在呢最近的貨幣的匯率大概都到0.2221 有時候可能會到接近20 其實已經快要變成1比5了 這個日幣貶值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感 所以這趟我們來到日本呢 就想來看一下 就在日幣貶值的同時呢 跑鞋跟台灣買起來會不會有價格上的落差 所以我在來之前先做了一下功課 我們今天目標要來日本看一下 目前在頂尖跑鞋就是碳氣味跑鞋裡面 大概定價都落在7200塊到7500塊之間 那我們今天就挑了 Nike 愛迪達雅 瑟士美金龍 還有 HOKA 這五個品牌 我們在這五個品牌當中來看一下 用日幣購買的價格跟台灣商會落差多少 今天人來到了日本最大的綜合運動物品店 你可以想像它有點像是台灣的摩曼盾 它在裡面呢 各家品牌都有販售 而且也販售了很多 就是運動補給 甚至是一些瑜伽相關會用到的產品 那這間店呢 大家看我身後 它有好幾層樓都在賣運動用品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就來裡面看一下 各家運動用品的 這個價格在日幣的換算下來會是多少錢 第一雙我們先來看一下 目前應該是跑界最多最多人穿的一雙碳氣味跑鞋 就是Nike 的這個Vaporfly Next Part II 第二代 那這雙鞋在台灣目前的定價是7200元 我們等一下呢 就來看一下 這雙目前在定位上 已經是最多人穿的碳氣味跑鞋 在日本賣多少 這個這個這個 雙鞋 呃 我看台灣官網其實是跟這顏色一樣 但這顏色其實很好看 這顏色其實很好看 26950 生餘 26950乘以0.22 5929 下次我們要看一下亞瑟士 那亞瑟士呢 這雙MetaSpeed Edge 還有Sky 雖然是目前在台灣也算是非常多人穿著一雙碳氣味跑鞋 那這雙鞋 現在在日本也就是他的產地 不知道在日本產地當中呢 會不會比台灣的定價7280還便宜 我們進去看一下 咦 亞瑟士也在這 兩萬 對啊這雙 我這個顏色就是 應該是一個人只能買一雙吧 這是最近賣太好了 兩萬七千五 這顏色真的好好看 來算算看 兩萬七千五 0.22 6050 下一雙我們要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日系大牌 就是美金龍 那這雙Wave Dio Pro呢 也是目前來講 算是非常有話題性的一雙跑鞋 因為他是沒有後跟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雙碳氣味跑鞋呢 只有前掌落地 正常來講你腳跟是踩不到地板 那這雙鞋的定價呢 是7280元 我們來看一下日本當地會賣多少錢 這雙 就是美金龍的 神鞋 他可以就是 這樣落地的時候 你看這裡 看超高耶 你看這兩雙 這角度不一樣 超高的耶 這個腳跟是怎樣 他完全不讓你踩下去吧 好屌喔 好像試穿尷尬喔 這雙鞋 是 定價 這雙鞋定價是29700 我們來算算看 29700 乘以0.22 6534 下一雙呢 是HOLKA 的CARBON X3 那這雙跑鞋呢 也是在鐵人界 非常廣售好 普遍一雙 探訓的跑鞋 那這雙鞋相對前幾雙 可能是定價稍微低一點 他的費用是5980元 我們就來看一下在日本X3 在售價上是多少錢 在這裡 這雙 大丈夫です 27500 27500 乘以0.22 6050 其實他6050 好像 比台灣價格再貴一點 因為我們剛剛看是5900 6050 是 X3的價錢 下次我們來看一下 愛迪達出的 ADZ RAW ADIOS PRO 3 他在台灣的定價是 7500元 那這雙呢 也是今年 算是 串起的一雙神鞋 在最近啊 世界的六大馬拉松賽事當中 這雙神鞋呢 都拿到冠軍的好成績 越來越多 就是世界頂尖的選手 穿了這雙鞋 拿到非常好的成績 賽事成績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在日本賣多少錢 《王政師自然的名 pensando》 《王政師自然的名堂》 接地雙神鞋 雙神鞋 26... 你可以試試DQ,對嗎? OKOKOK 26400乘0.22 5808耶 我們愛迪達終於在西布亞找到了 愛迪達官方的西布亞店 它的鞋款超級多耶 很多顏色都是台灣沒有的 超級好看 不管是Pro3還是Premium X 甚至它有很多像3D系列的 台灣很多配色都沒有上 我覺得超值得來涉骨一看 因為真的很多鞋其實 雖然它定位是跑鞋 但可以拿來當作休閒鞋穿 其實也是滿潮流的 台灣的價格定價 我記得是在7200還是7500左右 那在西布亞這邊 用日幣直接換算0.22的費率來說 大概才5800元台幣就可以買到 就是在台灣定價價差 大概有落到1700多塊 我覺得算是還滿超值的 但其實在台灣還是有很多電商平台 它其實在價格折扣上 跟有時候有一些週年慶的活動的時候 其實整體價差上來 很有機會還是其實在比日本的價格便宜很多 所以大家當然還是要 稍微做一下功課 在台灣的一些電商通路平台買起來 沒有比較便宜 那重點是來日本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現在的機票跟住宿其實都不太便宜 如果你要花一趟特別跑在日本買的話 也要考量進去的成本存在 好啦 那以上這次就來日本 在日幣貶值的時候購買跑鞋 到底會不會比較便宜的一集啦 我是楊佳良的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拜拜